公民崛起 大家一起来翻转 大家午安 我是汪杰明 没错 昨天证所税 果不其然 并没有在这个立法院通过 我想股民早就已经麻痹了 本来就这样子嘛 反正这个政府OK啦 所以昨天股市是下跌的 但是事实上 昨天这两天全球股市 尤其在中国股市 跌幅是非常深 但是欧美股市却是一副 这中国的事情跟他们没关 台湾能够自免于中国之外吗 昨天我们在节目上面谈到 经营委会已经决定 更加的开放台湾银行登陆 那么现在问题是 我们台湾已经到中国大陆 21兆新台币了耶 那再继续开放 到底要多少钱前进中国 这个我们的政府才会满意呢 难道是全部开放 指的是对中国开放吗 当然关键在这个证锁税 证锁税不是这一次红锈柱说 我出了证锁税 我出了很多利于这个股市的一些条款 但是为什么立法委员给他很没有面子呢 这个案子确定 在礼拜五还是讨论一次 可能就进入到这个就是朝野协商了 看起来立法委员不但没有给红锈柱面子 甚至传出来要红锈柱辞掉副院长的位置 好 这到底国民党在玩什么把戏呢 同样的道理我要请教一下 我们环保署长你在玩什么把戏 这是登革日现在已经确定破万了 而且全岛是沦陷的 你知道吗 当时登革日在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环保署长干嘛 这个是今天的周刊爆 这个环保署长灭文 灭到哪里去呢 灭到去玩去访问欧美国家 你没有看错 环保署长去灭文啊 灭到哪里去呢 去欧美国家 不像欧美国家有文字 有登革日吗 那不是埃及班文 应该是在这个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北回归线以南吗 去欧美干嘛 而且更惊爆的事情是 这位环保署长叫做魏国燕 你还记得搜水游的事件吗 搜水游在爆发的时候 魏国燕也不是在国内 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难道马英九的政权 就是爱出国玩吗 好不止如此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那么现在国民党选情是 坦白讲 并不是那么恶观 尤其现在已经有人 孤到立法委员 恐怕只剩三十席 当然这是民间的 这个估算不代表我们的立场 但是如果民间有这样的估算 是不是应该很紧张呢 结果周刊竟然报是什么 蓝营放眼的是选后重建 意思说这次选举不用谈了 反正输了 输完之后再来重建 甚至有这么一句话叫做 亡等二出局 无判三奇迹 在讲什么内容 难道他们拼的是 这个整个灭亡后的 国民党的党主席吗 如果国民党这么糟糕 怪不得李登辉说了 说民进党有点乱 但是国民党不能倒 什么时候李登辉开始希望 国民党不要倒呢 这个情况下 是不是预示着 国民党这一次的选情 会很惨呢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 你说国民党很惨吗 我们还是替宋主席担心 这是最新的民调 蔡英文44% 洪秀柱28% 而宋楚瑜竟然只有洪秀柱一半 百分之14耶 哇 这是怎么回事 洪秀柱已经到28 但是两个相加之后呢 确定蔡英文已经是过50%了 因为28加14正好就是42 而蔡英文44% 过半的趋势已经产生了 而到底宋主席做了什么事情 他的民调会持续的 这样的一个往下的下摔呢 怪不得洪秀柱说一句话 当他稳定的引先宋楚瑜的时候 就弃保效应就起来了 真的是这样子吗 如果他说这样子的时候 为什么国民党现在 已经不在乎选举 在乎的是党主席的选举 好罗生们 我们来请教我们来宾 先介绍我们重量级的 政治评论员胡忠信 忠信大哥 主持人 大家好 他们现在在干嘛 在拼党主席了 换柱说变成换轮说了 真的 这是成功100个婚姆 失败成为孤儿 你看 选情不好 西瓜效应 连国民党都在讨论 惠戏以后怎么重生 国民党如果不争气的话 会不会被人看谁的 要努力争气 看起来争气有点难 我们那个胡大哥讲的 真的直接要争气 今天我们正好有两位国民党 我们看这个争气要怎么争 好 另外就是资深媒体人 王石齐 石齐你好 大家好 石齐 现在蔡英文气势很旺 在苗栗 新竹我家那边 一开 开了303桌 现在民调显示他过半了 他在逃出苗株 的确看起来是民进党 有史以来气势最旺的一次 不过也是因为他 持续这几年都有在那边走动 那洪秀柱其实 从今天的最新民调看起来 他也往上爬了不少 朱姐加油 朱姐加油 我们17校还真开心 果然是支持住的 好 另外就是前高中市副市长 刘思芳 世芳你好 杰明哥大家好 世芳我想请教一下 现在的高雄地区 就是一般老百姓 对于中国经商的态度是什么 我想还是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但是非常审慎 因为其实从ECFA以后 其实可以看到说 两岸的这个经贸往来 其实台商这边吃亏的还蛮多 所以事实上有些人已经放慢脚步 那再以高雄来讲 高雄现在新建的一个工业区 反而是有台商是回流 是面板厂非常大 那我们所有的这个厂区里面的所有土地 大概都被预定光了 对 大发工业区 现在一地难求了 对 合发产业园区 所以已经看到台商回流的一个趋势了 那奇怪 台商回流趋势 为什么对中国大陆我们的银行业 还是继续的开放呢 我们先介绍下一位来宾 亲民党副民党刘文雄 文雄你好 大家好 文雄你有没有感受到一个气氛 就是现在的老百姓年轻人 对中国的厌恶度开始往上攀升了 我想还未必到这么严重了 是 现在只是说因为 通过网路和这个 各个这个争论性节目 对于阅兵这个事情 是 显然有些影响 有影响 但是不可否认的 因为 从各种角度来看的话 两岸之间的交流恐怕是停不下来的 除非 除非说 我们就断了这个交流 是 如果不断这个交流的话 很多事情是必须要扔进去考虑的 OK 好 所以我们今天有新的一个报道 联合报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大规模的民意调查 显示 超过50%老百姓决定要中立 那中立的话 谁来决定中立呢 我们介绍一下国民党五六七年 盲发起人张思刚 思刚你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这个联合报一公布完之后 大家都在拼 我就是那个中立的人 马英就也拼了 不过我觉得 以目前情况看起来 就是中华民国台湾化的 这个会是一个主流 也就是说 宇秀莲有个发明的名字 我觉得挺有趣的 叫做华毒啊 他发明叫华毒 就是说 哪个华 中华民国的华 独立的毒 意思说跟台独 有点区隔 台独是把这个中华民国 变成台湾共和国 那这华毒就是说 中华民国永远维持现状 那这个可能是未来20年 政治的主流 不管蓝绿两党都希望维持现状 这个对我们一般民众 求安定求发展来说 可能是一个最大公约数 所以华毒变成是 大家求安定的一个公约数吗 好 但是写事业 年轻人开始 真的不想去中国大陆工作了 那么这里 对于两岸未来发展 还有选举是不是关键性 这一次总共有 1880万人可以参与选举 而年轻族群的 首投足超过100万 哇 这个选票 可能大家都在抢 另外我们知道 最近波卡事件 在台北市议会 发烧得很厉害 我们介绍我们下一位来宾 台北市议员 秦慧珠 慧珠你好 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柯市长现在脸 应该是脸色 应该快变铁青了 他的脸色 可能越来越像 这个天使与恶魔的 夹着起来的综合了 那就灰色的 OK 好 我想我们今天 柯市长真的很辛苦 现在议会真的是 昨天已经被逼到 脸都发红了 那当然我们希望 台北市的这个 柯市长能够撑下去 不过我们回来焦点 还是在关注这个地方 没错 现在呢 证锁税这个事情 已经衍生到什么状况了 衍生到蓝尾临时 这个临阵倒戈 不挺红袖柱了 原本红袖柱提出来的 就是这个证锁税 只有千分之零点五 把整个证交税加证锁税 只有千分之三 这件事情 其实在证券里面说 好啦 没钱也好 没有证锁税 证锁税少收一点 没关系 回到千分之三 也OK啦 但是股票市场早就反映 不相信红袖柱了 我们继续来看 那么这次的证锁税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呢 一个证锁税 是不是看出蓝跟绿的选情呢 在整个今天新闻媒体上面 看得出一件事情 我要请教一下四方 这个问题非常有趣在哪里呢 就是蔡英文这次 有去立法院督政 那么人家媒体说 她的态度非常雍容 但是国民党很焦虑 难道现在已经看出来 这些立法委员 对于未来已经充满了 这个不确定性吗 然后算了 红袖柱的法案不要支持了 我们先来观望看看 民党推出什么样的政策 会变成这种情况吗 就从总统候选人 从蔡英文 还有老宋 宋主席 还有红袖柱 三个人出来以后 其实三分天下的状况 再加上下面的小鸡 也就是立委选举的时候 很多人都已经跳槽了状况 可以显现出很多国民党的 这个提名候选人 其实有这个焦虑感 那其实在立法院里面 现在的执政党还是国民党 所以如果有任何政党协商也好 或是大的议案 都是以国民党的这个党团为主 所以其实所谓的政策 所以要修改这个部分 所要通过的版本 就我所了解 还是以这个红袖柱为主 只不过在协商的过程当中 似乎很多这个蓝色的立委 会觉得怪怪的 所以并没有全面力挺 对 昨天其实已经有党团联署 就是说要进入协商的程序 可是协商到最后 到底是通过哪个版本 可能还不知道 我所了解 如果协商程序开始进入40天以后 其实大概这期立法院 就已经修会了 就不会去选了 所以你说反映在股票市场上 我想非常非常凝确 就完全是不 没有任何的希望说 这个会有任何改变 那我好奇的事情是 到底面对像证所税这样的焦点 其实现在民进党态度是偏向说 干脆我们就是把全部打散 回到原点 就证交税先收个千分之三 证所税先不谈 林卓已经说了 她说现在经济状况 并不适合做加税的态度 所以现在你们的整个支持蔡英文的 民调的速度非常快 本来是千分之四 现在立刻转成说 那我们要证所税不要 所以现在民进党有什么样的机制 立刻反映民意到立法院去呢 我想比较简单 第一个我们也有立法院党团 然后同时在中常会的时候 对于这么大项的事情也有讨论到 所以一般民意上的支持程度的话 是不是以林权这个版本为主 可是林权的版本有个很重要一点 没有赚钱就不能交税 没有赚钱就不能交税 而不是说先扣个什么千分之一的税 等等这些 所以事实上很多栏尾可能他们错认了 那所以无论怎么样 这个版本之后的协商机制可能已经在总统大选当中 大概不会是通过也不会改变 但是里面有一个就是 譬如说对于大户也好 或是对IPO也好 大概主张废除的几率都会很高 因为事实上现在的这个版本里面 其实也没有真的在执行 也就是因为没有在执行 所以我想在这个股市里面的人也根本不甩这套 所以这个议题昨天在立法院里面 反而大家都比较多是讨论国民党内部的 这所谓的立法行政里面 每个天王之间的心结 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反而并没有太多的媒体去注意到这个事 所以时期这边就发生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们可以看这个大方向来看 就是一开始 其实当国民党决定 针对所谓的证所税 做出红袖柱版本的时候 马上民进党也说 我们有灵权版本 红袖柱的这个版本 是超我们灵权版本的 但是送到立法院的时候 因为民意机构是选择 说你民进党收这个千分之四 是比千分之三更高 这样好像不太好 你注意到这两党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民进党部分 民进党立刻为了要挺住之后 立刻就说 好我们把证所税废掉 回去原本的证交税的千分之三 所以林权版本我们先割持 而林权也立刻发表说 现在不宜加税的态度 这是民进党态度 速度非常的快 但是讲到红袖柱呢 不是这样子 你看罗明才就说 红袖柱的版本不好 直接废除证所税 废除证所税 就是现在蔡英文提的 你在看罗淑雷 罗淑雷应该对民进党 应该是不友善的吧 他的说法也是 他说你把这个证所税 再拿过来是徒征的 支一征成本 所以征交税里面有证所税 他的版本也是蔡英文的版本 完全不挺住 甚至喊出红袖柱 你辞掉副院长吧 实际是这样吗 我觉得其实昨天那个场景 大家比较会用政治性的眼光来看待 就是说 昨天两个主要政党的总统提名人 都到了立法院去坐证 然后你看蔡英文 他是一踏进立法院的时候 后面跟着一大群的党籍立委 所以他好像走进去的时候还有风 可是你看红袖柱 他走进去的时候 他其实身边是没有半只小鸡的 他其实是党正式提名的总统参选人 而且要通过的是 他所提出来的版本 就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对于国民党的选情来说 应该是会有利多的 否则他干嘛要提这个版本 当然了 那在这样的基础之下 竟然旁边还没有小鸡 你看昨天立法院因为开议 那所以立法院有很多的那种摊贩 就跑去那边去宣传自己各个地方的那些农产 那些什么文旦啊 中搜集要到 那红袖柱一摊一摊的去跟那些摆摊的民众握手 你看到他身边有没有党籍立委 没有耶 就其实那是一个母鸡加小鸡合体的场所 可是小鸡却不愿意跟母鸡站在一起 就可见那个国民党内部的矛盾 和彼此之间的那个心结有多深 更何况当几个党编费洪泰啊赖世保说 哦这版本好啊 我们要进福尔读 最好直接给他表决三读啊 的情况之下 党团里面竟然还有人提出了自己的版本 然后还有人要自己打脸 罗明才他是要选立委的人 就你要选立委 可是你却提出来自己的版本 然后也没有按照党团的意思 也没有跟着你们总统参选人 总统提名人的脚步去走 说这件事情的确是很古怪 所以我觉得对洪秀柱来说 其实昨天那个场景是极为难堪的 因为没有人要挺他 如果国民党团是团结的 是要挺洪秀柱的 昨天就直接跟你表决 就真的硬干给你表决过了 对啊 不会说啊那我们还是去协商 协商之后还有一个月的时间等等等等 所以我会觉得洪秀柱必须要面对的是说 那你自己到底有没有办法去说服你立法院 这些人是你的同事 他们是你的小鸡 你如果连自家人自己最小的一个圈圈 如果国民党是一个大圈圈 你的立法院党团其实是你的小圈圈 因为毕竟你是立法院的副院长 如果你连国民党内的小圈圈都没有办法说服的话 你怎么去诉求整个泛兰的团结 我觉得他之前去拜访那个屏东的周典论有一句话 周典论讲得好 周典论说啊这个现在情势还没有明朗 也就是说宋也去拜访他 红也去拜访他 但是对于周典论来说啊现在情势还没有明朗 不是很明朗的情势是你就是国民党籍 你该挺谁就应该要挺谁 没有说什么现在情势还没有明朗 所以洪秀柱现在走到哪个地方 都是面对像周典论这样子啊情势还没有明朗 我还没有决定我应该要支持谁 我觉得那是洪秀柱最大的危机 所以洪秀柱你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赶快提升自己 就是你要拼了老命拉下你的脸 一个一个求爷爷告奶奶拜托大家要团结 而不是还是端着架子在那个地方 我觉得洪秀柱其实某种程度 我甚至认为他其实没有尽力的去拜访这些 党内的大佬也好党内的立委也好 拜托你们跟我站在一起 只有站在一起国民党才有一个样子 才有一个团队的样子 现在看起来国民党是团不成团啊 对不成对 所以这个东西实在太伤了 再相较于昨天民进党的那个气势 我觉得那个两相对照的那个场景 真的会让很多选民觉得 你连自家人都顾不好了 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基层里面拼了老命的 去帮你拉票去帮你服选 其实他可以不用这么 不用这么卖力嘛 因为你们在上面的人 都没有卖力的状况底下 洪秀柱你自己都不肯卖力 去拜托党内的同志的情况之下 对于这些基层的人看在眼里 其实他们亲何以堪 是啊 怎么亲何以堪 所以慧主委员我们就真的很好奇 现在不知道 身为国民党的议员呢 你也是曾经是 就是立法院的委员 你看到的一个情况是什么 昨天啊 就是前天的时候 这画面大家都一直被播放 这是马英九 这是王金平 才说你们要团结 就一散会的时候 两个各走一边 连握手都没有握 这是第一个画面 第二个画面事情是 大家在讨论事情 似乎都把洪秀柱掠在一边了 全部在谈这个和谐 谈立法委员 完全没有谈总统的这个选举 这是第二个场景 第三场景其实蛮难堪的 就是王金平说 我们立法委员是有机会的啦 但是他也不谈总统选举 这个情况下 好 那就是中常会的事情嘛 但是问题来了 现在连立法委员 基本上也不挺洪秀柱的 洪秀柱该怎么办 国民党面对这个问题 最后是不是结果就是 按照李登辉说的 直保立法委员 不保总统了吗 我们先进一会 稍后我们听一下 会主议员怎么解读这个问题 请不吝点赞订阅